这本是由三田狮子插图的小朋友的日本童谣有声书 电源开关有两段 可以调比较小声还有大声 先看一下里面 你看五首歌 小鸟的歌 雨振り熊子 下雨天的小熊 大大的栗子树下 小鸟的小鸟 幽里学校的歌 还有这次摇篮曲 看一下哦 我先用我最喜欢的下雨天的小熊来示范 先按这个有蝴蝶标志的歌 按下去之后再选择这个小熊的歌曲的开关 哦 按那个蝴蝶的歌的按键之后呢 再选择歌曲 它就会有歌唱的声音出现 然后呢 不想听了的话 想要换别的曲子 就再按一次一样的歌曲的按钮 就会停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按这个 这是风琴的声音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鳥的歌 那不是风琴我讲错了 是水晶音乐 这个就只有音乐 没有歌唱 然后这个小鸟的按键呢 每一首歌都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再按一次它就会停下来 那这个 有一个花朵的 Medore Medore就是主曲 它是随机的 所以不一定从第一首开始放 但是它五首歌会一次播放完 然后你前面如果按 只有音乐的话 它就是都会音乐的 再按一次它也是会停下来 然后如果先按 Uda 再按Medore 它就会出现有歌唱声音的主曲 也是五首歌一次会播放完 再按一次它就停下来 它不小心按到 后面是这样子 后面是这样子 好